这场的BO3对决了 这场BO3的话是由RNG来对阵SAG 现在双方是战成了1比1平 满来的决胜局了 刚才两把打的 第一盘可能说SAG赢得 这个比较轻松一点 对比较轻松 也确实是阵容上的一个优势 第二把的话 经过这个苦战 也打到这个后期阶段RNG呢 是把这个比分扳平了 接下来决胜局呢 我感觉双方 尤其RNG这边 他们要保证一个阵容上的平衡 而且刚才那把阵容选完过后 我们这数据老师 基本上给出的就是一个五五开的 对 其实RNG是 就是这种比较偏向 他们原来风格的阵容 他们是会玩的 我觉得他们可能第一把 就是想要试一下 这个版本不一样的东西嘛 然后选出来之后 发现SAG的这个快节奏进攻 是有点挡不住 所以他们第二把 又是拿回了原来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看吧 这把的话RNG 看一下第三把 发条肯定是不放你了 然后海绵也不放了 RNG这种班人呢 也正确 在第一局的话 很快输掉的情况之下 把对方这种强势的节奏点 给搬掉 是 SAG也是针对对方 上一把的开热点 也是我们这个MVP的得主 痛苦女王 搬掉 凤凰呢 自己这把不用之后 对方是先选风 也不放给对面 看RNG先拿什么 像之前呢 他们很喜欢一手抢力吃的 因为包园那段时间 那打力吃打得很好 一手看拿了 VS 这边SAG是毒狗 毒狗TB吗 还是毒狗LUNA RNG这边先选嘛 看一下 小黑 VS配一个什么 VS配 之前有VS配LUNA的 然后 现在兽王 这个死医术削弱之后 不知道还会不会选兽王 反正兽王英雄 反正英雄都是没改动 就是改一些装备嘛 之前如果是 原来的死灵书 可能这时候就点兽王了 没啥好说的 但是现在 不一定 第二手 要不要先选个三啊 对面有这个毒狗的反手 关球人了 毒狗就是比较克那种肉盒吧 然后特别是有些 开一些buff加成的这种英雄 也是比较怕毒狗 你像弗兰威英雄吧 这种马尔斯 他就不太好拿了 是 要不然的话 你就是每次能盖到这个毒狗 然后第一时间的话 把他戳到墙上去 让他救不了人 这样才好秒人 毒狗 怎么着 反正现在呢 这种班人模式呢 对于圣子华链是有优势的 对方呢 前两手的一个班人 还有选人不能限制自己拿核心 基本上自己想用个核心都可以拿到 哦 紫猫来了 还拿虚无之力 这边就tb啊 直接一点 哎呦 SAG现在这个选人就这么直接啊 前两手出核 这个基本上就告 名牌跟你打 这把核心又放出来了 估计水人这种点 要不要搬一搬 看一看 呃搬杜姆 搬梅杜 嗯搬梅杜 说都已经想好了 嗯 就我看到这这个VS肯定想搬梅杜杜 嗯 而且梅杜杜发育起来打tb也是能打的 对 再搬个水人 嗯 肯定会搬 对 RNC这边的话 紫猫如果是打中的话就搬一个 想一想SAC好像隐魔不怎么打 嗯 反正就帮助紫猫兑线的 盘圣堂 对圣堂是白雪茄绝活 这边搬电狗 还搬了个电狗 哇 莫奈的英雄啊 电狗最近出场比较少 电狗打tb好打 他们这么想的 啊再把蝙蝠给搬掉 没有这种解油点 怕对面VS配蝙蝠 是他没有搬水人啊 感觉RNC可以选啊 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有毒狗能限制水人啊 呃 不好限制吧 嗯 限制不了了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限制 不怕 又不怕了 感觉水人就是 呃 打tb 他哪怕是 就是直接蓄定刀那一套 或者他是物理装 变成tb 也打一个战装速度也很强 滚滚 那我感觉RNC可以拿一个类似于5号位大牛这种 嗯 滚滚这边是打一个三吧应该 或者 这个默克 这把让VS去打一个四 或者打一个三 酱油补个默克这样 啊来了 天涯默克 拴住吧你 对就是克滚滚嘛 嗯 帕克这种吧 嗯 但是默克是属于这种 综合能力比较强的 帕克反而是有点 需要发育 嗯 还剩10秒 嗯 默克这个脸真的是直接很直接的克制 嗯 帕克来了 ICG选了帕克 嗯 ICG这个帕克呢 呃 有一点克紫毛 嗯 现在是比较克紫毛 一手沉默一个大招 帕克是克一切猫嘛 是的 嗯 基本上猫系英雄都烦这个帕克 对 这个帕克 大面是个中吧 感觉 哦 水人 水人 RNC也没没犹豫 你放我就拿 这水人 没什么好犹豫的吧 嗯 就很好发挥啊 打TB啊 对的 打TB 然后对面酱油也不太怕 其实帕克这个点呢 倒是对水人也能起到限制 就在前中期的时候 也能起到一定限制 嗯 就之前我们看到很多 就是在帕克那个技能 还没有进行削弱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三号位帕克 去打这个水人兑现的时候 嗯 把蓝毛搬了 不过帕克的削弱 其实很多方面嘛 一方面天赋 他不能 不太要打物理 嗯 然后再是他那个沉默 距离是有 有之前我削了一点啊 还是蛮明显的 自己玩的话 是的 看一下这里最后一轮搬人 嗯 SAG是搬了个 还是把兽王搬了 对 他们认为这个 应该是 赛德苏的中单子猫了 对 他就是中单子猫 然后 RG这边是搬了蓝猫 我之前看小猫打子猫的时候 只搬了 他就搬coco跟圣堂 也是只搬coco跟圣堂 什么那种哈斯卡那种放 他随便都能打 再搬个隆起 嗯 把隆起再给搬 以防你这个 4号位帕克 嗯 这边还是 没犹豫啊 马尔斯搬了 兽王马尔斯 蝙蝠 三个3号位 三连搬 是RNG很缺一个 3 嗯 缺个前排 他这边4个人都不能吃几呢 还剩10秒 但你拿着潮汐这种的 TB又不是很虚了 你要拿TB去 兑现或者干嘛 就是你拿一个潮汐跟TB去打 其实TB还能接受的 无所谓的 我感觉潮汐也还行啊 就你说的潮汐 那潮汐吗 潮汐孽主还在 前排嘛 就是前排来说还行 叶摩 叶摩嘛 这个是找那个谁的 找独狗的 叶摩 叶摩 得肥啊 叶摩开大找独狗 先把独狗关了 是啊 就 现在叶摩单拿出来 感觉 这英雄就是对线的时候 不是很强 因为白天嘛 还剩 他晚上才比较强 比较吃这个 天象 带个 但这个阵容呢 RNG只要取得到优势 他们这个中期的话 很好打 叶摩充脸配合上紫猫入场 后排的话很难保得住 SAG RNG好发挥的是主要是有水人点的比较好 水人他对线还行 然后 发育起来之后比较客TB的 嗯 SAG这一手 他们要决定 实力建设的位置了 帕克应该是个中路 如果帕克去转位置的话 就节奏点 不好 这把 就没什么节奏点跟爆发 帕克要转酱油的话 嗯 那这样的话 这手要点酱油吗 嗯 看他怎么决定这个实力建设的位置 对 主要是Coco被搬了 然后这种带节奏的两个4号位也被搬了 嗯 所以这里 要找个带节奏的英雄 对面又搬了个龙旗 挺针对的 真的是非常了解 真的太互相太了解了 是的 他要拿4 现在4还有什么呀 小歪拉比克 但这种都怕夜魔呀 夜魔前中期贴身的话 你发挥不了的根本就 是就出推推 但是酱油可能 第一时间还出不起来 牛头这种线上油太弱了 牛头被滚滚线上太内啥了 三呢 三还什么 三还剩孽主 孽主军团这样的 在想有没有什么莱恩绝活歌 不太不太好弄 因为莱恩这个英雄 线上入 还是线内问题 对线上入 我知道 这只是大水人还蛮厉害的 哦 钢被兽 那把那个位置应该是要调换一下了 实力建设 中单的 钢被兽啊 中单钢被兽 嗯 这龙给了天辉比较多一点 这个四舍五入相当于就是个六四了 对吧 四舍五入可爱心 大老师数据的话 我们这边还是看好RNG一点的 然后最后补了一个 他是硬补了一个前排 这还是 这把 把帕克的位置下调了 中单钢被 这个中单钢被兽是 什么个想法 一般选钢被就是 呃 就是自己对面是什么狼人冲脸体现 他是选钢被 或者对面推进节奏比较快的时候 用钢被去顶塔 嗯 但是这把的话对面是夜魔 然后呃 中路是个紫毛 对 也不是那种节奏特别快的 你想拿钢被兽去 出团队装 或者说顶肉能理解 但是还是回归我们当时那个问题 呃 如果说你想拖这个TB成型 那么 你把帕克的位置下调 节奏点你怎么去平衡呢 因为钢被兽这个英雄 就是打的 就是打着肥起来了 他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能配合上TB推塔 这是我能想到的 他出了这种类似于笛子啊 或者说大胸章 还有这个吃虹甲这种道具 他能往前顶 养护TB推 这是他这局作为一个中单点 最大一个作用了 你要说想让他去压制紫毛的一个发挥的话 我感觉就是压制紫毛的一个发育 其实挺难的 呃 这个中单 钢被就跟那种什么中单 呃 法梦姬差不多类型 就是他是一个打线上 然后呃 发育的一个英雄 不是一个带节奏的点 那我们看一下吧 这把的一个分线上 怎么去做调整 而且我感觉 如果说让你 你就是中单钢被兽的话 有可能塞得素这把优先 第一个道具要做那个什么了 做大狗灰了 太强了 这QP 太强了这龙鞋 开始 奶啊 阴阳了啊 放过我 滚滚说 哦 是吗 嗯 高冷的回答 毕竟中单之神 他们还是调整了一下什么呢 就是用帕克来打水人 就耗嘛 消耗嘛 那个心悦之痕 在前期都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这样的话 SEG相当于变相要牺牲自己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节奏点了 开始 就看他们这个中单钢被效果怎么样了 之前见了很多对线 什么中单紫猫打龙旗 打蓝猫打圣堂打哈斯卡 打钢被是我最近第一次见的 弗莱维尼的夜魔 他这边呢 刚才出门还提前备好了小魔棒 想撤全场 准备应对对方这个毒狗的问题 卡下兵线 我们看毒狗这个站位啊 他是学了泼毒 然后再往下路走 刚才还在中路犹豫了一下 往下路靠 泼毒过来 看到了 开始泼毒对点一下 这波VS打不过的 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 要赶紧捶一下了 再被贴身追着泼毒 有可能要出事 毒狗的话身上有针眼想反眼 这个眼肯定是要被吃掉了 两个眼都没了 真假眼 哎呀 这个出门插的也没了 是的 这毒狗很警觉啊 他刚才应该是对于中路那边 侦查了一下 中路那个针眼是没有给中路 反完眼之后再回上路 提币也很果断 直接开了变身 钢毛开始叠下了 这不能再叠了 这个兵线要吃啊 再扛一波 然后自己有这个供兵脉冲 这不会是要断兵去了吧 应该有这个想法 断兵去的话 子猫扛兵 压力有点大 还行 其实还可以 辅助补击品的话 他用那个供兵脉冲还可以 大家现在等级不高啊 大家现在等级不高的话 扛不了多少伤害啊 还带这么玩的 就是选个刚被断兵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路子 默克要不要来 看看那个位置 哦来了来了来了 残烟吸到了 哇 这波 这波 这波子猫就说你来干嘛 对吧 你默克你来干嘛 这个真的有点搞啊 你就别来 我这波能单杀他对吧 太小看塔了吧 这个塔现在这么厉害 嗯 这个残烟是极限位置吸到的 很极限 是 他前面应该是没有那个视野 那子猫就不触了啊 这波单吃人头吃到过后 哎哎信使 掩护一下 也不知道 还是被刺死了 能好好兑现啊 但是 选择了去断兵 嗯 那这波还相对而言 赛特术还是有点难受的 他那个装备接到了吧 装备接到了 嗯 装备接到但是还是 呃要 在这两分钟里运不了道具 嗯 但是这等级压制压住了呀 嗯 前面他 前面他死了 估计有 太萌了 有一些兵没吃到吧 可能 我就在想这个默克要不要来 但是默克是有这个想法要过来 还没走到就已经人美了 对 对方 他主要用 他主要是顶了两下塔 嗯 然后又被吸住 再被塔砸 难受住了 二塔 这是前面是才多少 两分钟 前面两分钟的时候 他刚两级 刚两级 再点二塔了就 他这个 他这个钢毛后背还没有点起来 就去顶了 他现在不叫钢背兽啊 那前期的话 那那会儿是不叫 不能算钢背兽 在二塔面前 不能算钢背兽 嗯 他现在背一点都不硬 嗯 下路这边呢 还行吧 兵线上帕克那边骚扰的还不错 把VS给拉开了 然后让 线上跟石林箭矢 就是石林箭矢跟水人行程单搜 但水人打石林箭矢呢 是不虚的 叶眼中塔正受到攻击 过来 嗯 有点想法 这边的话的示意 破墨壁 刚被说的话 红戒是有了 夜魔打这种 有毒狗宝的TB还行 他捕刀没落下 17-3 刚才呢 队友也帮助自己乱乱乱兵线 还可以 我在想后面的话 再出新的猫类英雄 他要再加这个护盾 还能加什么盾呢 对吧 火猫是法系的火盾 紫猫是这个物理的紫盾 这还能再出个什么呢 没有了呀 NG现在也不着急打进攻下了 让莫奈特特好好发育就行 五分钟 控金必服 这波水刃也靠过来了 掩护一下VS 嗯 沉默 拼手速 嗯 VS手还是比较快的 没问题 然后那边默克也在 默克把对方的金币服务也空下来了 哎呦这爪子 嗯 这夜魔这个视频啊 我之前看一下 我甚至觉得他的 技能范围看着就感觉都远了 哎呦又要单杀了吗 好像有机会啊 有机会的 但是TB过来了 这个残鹰不行了 啊 扛着这个几层钢毛啊 四五层钢毛 又要单杀 等下一段共鸣跟残鹰的话 应该是单杀掉了 这中路刚被受 没没优势了呀 这些 你全都裂了 而且下路 而且下路 其实等你起来之后 水人是一点都不虚滚滚的 一点都不虚 烈眼中塔正受到攻击 水人太好打滚滚了 上路夜魔也解放了呀 这只有独狗战线了 TB去刷野了 这个局是RNG开局舒服啊 有水人的局 而且水人就是打 往后面打的话 他又不是特别虚拟 这个绝对核心TB的 这水人打H无敌的 而且对面很难处理这个水人 对面得 出大骨灰这种装备 不然没什么机会磕水人 这把谁做呢 石林剑是吧 好像也只能石林剑是出了 合适的出装英雄选择的话 对 嗯 夜方开塔防了 夜魔也索性直接开大 因为默克到位了 官用过 飞行模式还在 然后看到TP过后呢 看到是个帕克不太想走 弗莱威你在扛塔呀 伤害好像不太够了吧 还想再抠 抠死了呀 嗯 拆一下 抠死了 悬赏成功 子猫这波也来了 太具体力了 我有这两段 哇一个共鸣 帕克等级太低了嘛 一个酱油 所以过来给的帮助不大 这波变了一波YS的控制跟不上 出先锋盾 钢背兽的装备还变不了 而且之前大家说出那套打法吗 感觉钢背兽挺挺厉害的 出那个巫毒面具干嘛的 这把我这把估计 对这把估计也做不到那个份上了 他得肥呀 他得肥那装备不便宜 嗯 现在这个对线看上去有点血裂 因为在 7分多之后嘛 就已经落后了2000了 而且大哥 差的有点多 是的 当时BP完了我们也说了 你作为 你把钢背兽作为一个中单点 你就得牺牲 帕克这个点 能带节奏的能力 带节奏能力对 帕克没等级 对 紫毛现在是可以带节奏的 但你钢背兽不能 嗯 你钢背兽只能刷钱 其实帕克对线打紫毛 是可以打的 嗯 就看发挥 如果说紫毛发挥好一点 可能会小压 但是帕克也不会很烈 夜魔现在横着走啊 中路这个塔也守不了 紫毛无皆非 嗯 这把又来到了SAG熟悉的节奏了 因为他们之前选到TB的时候 就是这种雪猎 雪猎局 开局就比较烈 然后中期开始拉扯 帕克开始送了 但是我感觉这个不是长久之计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能把把就是 都是靠圣子滑的这个点翻盘啊 对吧 他们之前就这样的呀 所以说我不说这个不能是长久之计啊 你长期这么打大家都研究出来了 你只会这一套的话 嗯 慢慢来嘛 当然啊 你要能把这套一直贯彻下去也行 就是你拿到这个英雄 或者你靠这套打法能一直赢 这个也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 赢肯定是没问题啊 输的话就都是错的 来了 跟锤刚没说开始充脸 欺负一个酱油 VS我其他人杀不了 还不杀不了你吗 残影想吸一下 哎这吸到了 逼不到了还 哎呀 哎呀 是毒狗那个 脱毒 伤害结算 毒我毒死了 这波夜魔在往下路靠 飞行模式的一个效果时间还在 但是到塔下了 雷雷现在的话 这个大招是没有找到什么机会 中路连招打一套 然后夜眼方开了塔房 赛德苏呢 自己没有磨平了 眼神可以碰一下 但这把对于SEG来说 他拖下去的盼头 呃 TB并不是无敌的 嗯 可是TB是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被水人磕的 嗯 所以说拖下去也未必好打 他们不能纯拖 就是在拖的时候顺便还得找机会 嗯 我们这把 嗯 你其实说 我们之前都是老戏称嘛 水人经常会出现这种暴毙嘛 但这把你靠什么爆发一轮输出 就常是秒这个水人的 而且对方这把是有反手救人点的 他不是没有救人点 是的 秒不了 水人这把 本身就很好发挥 但是我本来以为第二轮会被搬嘛 嗯 然后SEG当时选择搬了 蝙蝠什么的 对 然后没有搬这个水人 估计他们也想尝试一下吧 这到底能不能打 尝试一下 他这个阵容怎么打水人啊 尝试一下能不能打 这阵容打水人也太难了 嗯 我目前所看到的啊 呃今天这两 两场BO3 出紫苑的居多 就是中单跟核心上 优先第一个大剑 先做紫苑的居多 那紫毛这把还是紫苑 嗯 而且他又这么肥 出紫苑线啊 带节奏就是起飞 对 新版本的话这个 后面血迹是厉害了 来了 开启沉默效果 贴身之后队友再来 滚滚想要开车开出来了 嗯 默克先没挤 先让夜魔吃 吃伤害 但是这个伤害吃的有点多了 得交技能了 嗯 交到后方 然后刚背兽这个点呢 他不敢硬冲 对方的紫毛跟水人也来了 水人 水冲脸秒掉了 默克 呃 梦境缠绕缠绕到水人 但是没伤害杀呀 VS再换回来打脸啊 就刚背兽吃 技能伤害吃不住的有点 最后一下 A出来了 水人摸过来 刚背墙换VS和VS躲得圆圆的 嗯 独家钢毛 水人转了2600的雪上去 他真死不了 他 呃 想一想 大骨灰吧 首先还是先要 首先还是大骨灰 因为他们这种帕克是酱油嘛 如果你说帕克是走中的话 可能 早点跳过去 沉没住 没有转出雪的这个水人 是有机会杀的 嗯 全村人的希望 TB 是 然后这把又不是水人单肥 他这个紫毛也是五戒肥 现在仅仅还是第一 我感觉有可能塞的速一会儿 出了 出了紫苑之后 找到合适位置 他要去提这个TB了 嗯 如果TB位置不好的话 有机会的 他这个装备现在爆发 有机会单杀TB的 TB 呃三分之二雪吧 有机会单杀 满状态不太好杀 这波下路是依靠刚被的肉堵 跟TB的变身炮台输出 来推这个下塔 有double 呃 这波已经落位了 SAG的阵型已经摆好了 看怎么接 有想接的想法吗 好像开塔方太快了 守不了 这个塔放了 先去反眼了 死猫配合上莫克先去反眼了 绕了一圈 这不是开悟的 哦是开悟的 呃 紫苑 吸 没吸到 莫勇能晕到 魔法剑锤住 石灵剑士是先死了 然后TB跟毒狗 还有帕克再往这边赶 梦境缠绕 缠绕了一个莫克 那啥莫克的 只能杀一个 因为TB他变身之后 移速比较慢嘛 只能逛过去 根本抓不到人 正受到攻击 弗莱文趁这个期间 在补自己的经纪 是 这中弹钢盃 现在沦为一个 三号位了 嗯 三合 所以开局我就说了 这是熟悉的SAG的阵容 嗯 之前也是有一把 跟这个一模一样 嗯 虽然阵容 其他的英雄选的不一样 但这个TB 和队友的经纪 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紫苑到了 然后毒狗的大招是第一身 丢给了子猫 夜魔先来切毒狗 倒影一接之后 夜魔先退一下 这波不敢硬打 夜魔这特效看得 跟个谜团大似的 是的 太炫苦了 嗯 就以后我们再看刀探这种 视频特效拉满的团战就是 眼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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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神TB被发现了啊 这个位置不太好切 赛度速度位置离得比较远 你像帕克那个莲花大 就已经很花 很花了 就有时候看不清了都 我想想什么团战啊 花里胡哨的 冰女大 对吧 然后帕克莲花大 之前有一次 那个大圣大 配那个 对面有个那个Tinker的机器人 那就真看不清了 我画面卡住了直接 VS一换 贴脸抠 这个VS再换 水人来了 爆发输出点来了 但是没打脸 贴成沉默也交了 紫毛的输出再跟上 莫尼茶召 这次倒是沉默的很多单位 但是没伤害啊 还是那个问题 这不还是给那个谁拖时间的 就TB拖时间的 变了个刚备兽 如果找角度再破读 就是被中了四层 林肯 这把除非RNG犯重大失误吧 不然感觉这把 找不到什么输点 15分半 我们这是我们时间阶段 我们数据老师怎么看啊 导播一会儿给我可以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先阶段的这个胜率方面如何 开局是给了一个百分之五十六 对 五十六点多 主要是刚被选的我是真的 没太搞懂 而且中路 直接被单杀 当时两级顶塔被单杀 看一下 百分之八十五的胜率 是点 来了 先切帕克 这个夜魔沉默贴身之后 真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金光闪闪的一个大沉默光圈 大骨灰是有了 石林剑事先出来了 这刚只是第一步啊 这钢被兽还在顶线 现在钢被兽就是拖 要跃塔了 来了 默克大招一交 然后树林里面 先把你这钢被兽给孤立到一旁 让水人去处理 然后夜魔的话 配合上紫猫再把树林里的毒 给你切死 公公这波开完车 没撞到人啊 撞了一下 然后呢 这波的话残影响吸没吸到 帕克又吃了贴身沉默了 帕克很贝克 帕克被 夜魔这个沉默是雪克的 OP也撤了 大招结束了 虽然TB的一直在刷钱 但是 对面两个核都很肥 而且夜魔也不穷 再加上TB这个英雄呢 你就这种战装核心啊 也需要依赖队友的 接上紫猿 好他分身了 嗯 刚运到分身啊 还是刚刚运到的呢 就TB这个英雄 你队友被杀光了 哎 残影吸 没吸到 完了 差点被这个幻象给A死了 TB这个英雄队友如果被杀光了过后 你一个人站在这个战场中央 对方是可以放你风筝 是 就看中期的运营了 嗯 机会还是大老师还是给了15% 他想出 嗯 弟弟是想出那个道具的 误度面具 应该就是这个想法吧 不然他选刚备没有什么意义啊 嗯 来了 大猪 链子挣脱 对方点空控制技能不太足的 滚滚开车 但是绕圈圈撞到一下过后回头呢 嗯 还能再撞到一下吗 躲 绕圈圈 对 那还能杀 这波好像是伤害够了 嗯 TB在 毒狗还在封路 是 这个地方是 落单了 水人在脸上 他完全不虚 变 B到脸上吃了个大骨灰 然后变了TB 被沉没了 有点危险 怎么感觉莫奈特这波玩的这么极限啊 他跑掉了 没有多的输出了 是的 这波是队友切入过来救他 一个多重变体攻击 再打上 再泼墨比 回头 紫猫用异化打伤害 爆发特别高 这紫猫 对 残银一吸 那水人这波没有秒掉的话 水人的队友就可以收割了 赛德苏拿到一个三杀 水人已经在夜魔阵亡的时候很给机会了 他这波胆子是真 胆子是真的大 对 然后刚被受珊珊来迟 自己又吃了这个贴身沉没 还有一个飞行阶段的夜魔怎么办 呃 VS换回来要打脸了 打脸 残银在吸住 打脸 哎呀 处理不了这个紫猫了 赛德苏BKB了 资源BKB 突狗憋了一个以太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波 水人掀开转血 然后拨上去吃大骨灰 回身变了一下TB 但是出了脚械了 而且帕克的贴身沉没也跟上了 但是因为帕克上路打那波先手杀夜魔 他是没大的 这波呢 如果帕克有大还有再找机会 还有机会 怎么把后排切光了 配上队友的控制 拿了一个三杀 下路又去单杀了 这个残银没吸到啊 残银吸到应该还是 呃 还有机会吗 没太虚了 二十分钟 马上弗莱文也要BKB了 开拨物 莫奈特这把呢 参团还是挺多的 一直没有死刷钱 对啊 他水人这英雄嘛 变成一个英雄 然后就比较有操作空间嘛 队友在哪里 非常需要队友 TB不能死 哇 随便秒 对不给机会的 水人还没有装备成型的 他就一个林肯 嗯 主要塞的素太肥了呀 中午养怪物了这把 感觉又要拿回屁了好像 是的 之神这后两把很给劲啊 一把女王 对一把女王 一把这个子猫 是的 哇 这波要直接上高地了 嗯 是的 这这两把真的 RG 雪人调整过来了 没有像第一把那么贪 明显好多了 这波卡一个TB 独秒的时间节点 直接要破你高地 现在知道你钢被没输出 背对回头喷鼻涕 嗯 这波TB活了很稳 残银吸过来的话 也不硬打这个钢被兽 撤了 非常稳 嗯 嗯 就不可能死 水人是不是到现在没死过 应该是没死过 目前是没有阵亡过 而且SEG就四个人头 嗯 来了 五人开悟 这波的话 夜魔是刚更新完了BKB的 找到了之神 但是 子猫这个点被动先走之后 他其实是有BKB的 梦境缠绕只单带了一个VS 链子断掉 先杀VS也没有问题 这波呢RNG要先撤出对方的一个阵型 嗯 这波有点脱节嘛 对 水人在后面没赶过来 这默克怎么摸了把A杖啊 嗯 他肥啊 直接复制一个TB嘛 嗯 他现在这个经济跟那个石林剑是一样的 我都没太注意 嗯 是 嗯 A杖就锦上添花嘛 嗯 天灰下塔正式 这也是打这个有TB这种英雄 默克才优先第一个做这个的 对 其实也 也没有太大的比药 因为他们是缺 他们是不缺输出的 缺输出的时候 可能考虑出这个装备 嗯 至神超神了 其实有这个经济再刷一点 不如出把羊刀来的直接啊 中路 直接控住 队友输出足够 来了 莫勇分身一开 顶了BB 换不了血 VS那边也不给你机会 是 采音 吸回来打脸 伤害 够不够 呃 现在打贝勒 水人拿到薰灵刀了 离得很远 上路找帕克去了 薰灵第一波啊 看能不能把这个帕克给提了 对 对 紫猫的A仗也快了 嗯 水人就比较怕敌法 小鱼这种跟属性相关的 嗯 还是萧兰的这种英雄 他是比较怕的 我看到TB是为了专门打水人 出了一个散尸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啊 站不住啊现在 是 打盾了 这给水人再带个盾 水人太灵活了 呃 要强硬控制 然后外加前面说的两个 那种类型的核心 或者是拍拍熊这种死敲的 就是你 你选转版了没关系 我拍拍熊拍你就是 呃 越打越疼嘛 把那个被动点起来的话 叠起来的话 然后也有那种巨魔的那种打法 但是巨魔就是 呃 容易被溜嘛 对也是那个问题 被溜 嗯 中路是敲完盾 又被换了 贴身沉默 啊 救不了救不了 爆发太高了 玩不了这局是真的 直接打出机器了 直接打出机器了 也不浪费时间 呃 他也明白了 自己被中期在对方打完盾 还有盾之前 连刹两次 基本上没有什么翻盘点啊 对 嗯 我们也是恭喜RMG 复仇了之前 震忠杯联赛上的这个 勝负关系 对 今天战胜了自己的同盟师兄弟 是 这场比赛呢 其实最后一局啊 呃 焦点 跟第一盘挺相似的 就是阵容方面的原因更大一些 对 第三把吧 主要第二把还是比较精彩的 对 第三把 第二把是有来有回的 然后第三把是确实这个BP 当然第二轮没有办水人 然后这个水人是非常好发挥的 所以导致于它这个TB 第二手选出来 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输出环境 是的 其实现阶段呢 这种大核的一个选择 还有包括这种班人顺距 还有这个班位上的一个调整 我感觉对于SNG 就是SAG还是有些优势所在的 就是他们可以优先 选到圣子华林这个点的核心 这是可以肯定的 可以保证的 那其次后三手班人呢 可以着重去针对这前面 先拿到核心点 然后去进行一个辅佐 就把这种他比较不好打 或者说克制自己几方大核 这种英雄给搬掉 但这把没有这么做 把这个水人最终还是放出来了 是 而且加上呢SAG 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刚才 选完人所提到 就是中途达所说的 他想尝试一下这个新版本 新版本的那个玲珑心 还有这个钢杯兽配合上 那个物度面具究竟怎么样 但是自己这个开局兑现 埋下了一个很大的伏笔 养出了一个不能处理的这个紫猫 他感觉就是试一下 其实我觉得就是试一下 因为确实在这个目前积分赛这里来说的话 去练一下阵容没什么问题 因为其实最近的这个比赛特别的多 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你今天要打一个BO3 然后可能训练赛不一定能接到一个队或者说是其他的情况嘛 然后就是以赛带练嘛 明天的话我们这个PIT的中国区比赛也要开始了 要打10天的 打了PIT是吧 对的 那今天的这个BO3两场都是结束的 第一场的话倒是旋定不大 CDC的话2比0战胜了IGV 希望后面的IGV可以多多加油 然后多多历练一下 调整一下自己一个阵容方向 然后呢今天这场我感觉SAG回去 更多要总结的就是他们这个 新版本过后的一个正如方向的一个调整 还有就是BP时当时这个BP顺局还有BP英雄那个方向 对 看一下这个第一局跟第三局结束都比较快 第一场呢BO3第一场是25分钟 然后第三局呢是24分钟 两边呢中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悬念 就是SAG这边基本上翻盘没有希望 然后NG的话赢的这边是没有悬念的 是的 英雄伤害对比倒是差的不太多 但是中单方面的一个线上收益 还有包括打出的一个伤害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看到塞德苏这把估计还是能拿到一个MVP的 11-0-8的一个数据 Cherry 果然啊他这把跟上把QP一样 对 吃了多少资源 吃到的资源打了多少的输出 干了多少的活 好员工啊 好员工不是应该 应该是 输出更长 对吃的经济短 然后这边的话输出打的又多 对啊 只说这是个合格的员工 这边的话就给到了一个子猫 紫苑 因为他中度是真的很肥 他打那个钢贝兽吧 钢贝兽那个医血 那是医血吧 是的 好像是医血吧 他拿的医血 单吃的一个医血 对那个医血真的有点关键啊 美中不足的时候默克踢下来 确实那个医血很关键 然后让子猫中路无解肥 对 MVP给到了Setsu 这个是不出意外的 在BO3的后两场 蝉联了两把的MVP 确实 中单之神啊 这也可以反映我们当前 近两个版本 这个 节奏点 还有包括这个重心点在 这个 一号 一二号位身上 就是核心位置 是 其实最近子猫打中胜率挺低的 但是这把确实是 一方面是他们自己发挥很好 然后Setsu今天的表现也非常不错 然后一方面是感觉 今天SAG这个中路可能在 在试一下这个新花样啊 然后选了一个钢贝 其实 对线上本来是可以 就是中路 打帕打个护肥 它是可以的 然后他一定要去断线 结果把自己给断死了 往往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说最近大家不愿意选紫毛这个点 因为我们看到后面 尤其拖到那种大后期的时候 紫毛作为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个主力输出点也好 还有包括这个第二输出点也好 比较乏力 就是有到后期阵容的时候 但是这把就不同了 无解肥的紫毛在这个中期的爆发 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完全伤害是够的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明日的预告吧 今天的一个所有赛程都打完了 RNG 然后要去打这个IGV 是 然后在第二轮是老干爹打VG 哎呦 这两支队伍啊 老对手了 现在 现在的比赛 因为现在只能是同赛区打嘛 所以说 什么样的对局大家都见过了 老干爹说VG太强了 VG说老干爹太强了 这两个队也是比较有梗嘛 因为他们最近都在直播 是的 比较有意思 我们明天可以期待一下 这个明天这个下半场的一个赛程 那我们今天所有比赛都结束了 那我们也是大家早点休息吧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嗯